在台湾 每一个人几乎都曾经有 接过这个诈骗电话这种经验 而这些可恶的诈骗集团 为了要把你的钱骗到手 他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尽管我们看到警察机关 一再的宣导 但是终究还是有人会受骗上当 这些可恶的诈骗集团 究竟是怎么骗人的呢 我们来看资云记者简维红 陈志阳的报道 我自己也想不贵 我一直想到我哪会贵 我这条线就是要做什么 我这条线就是要吃饭的 在我合作一下 你要相关政治好可以吗 你是确实是获得我们二奖的得主 我向他恭喜你 他没有他那天 他会跟我一起上车吗 这条线我专业 他就跟这条线我以前 买饭的内套 要买饭的 那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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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捆是怎么办 你怎么办呢 一捆十万 十捆就一百万 这些都是受害者 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 台湾光是在2010年的上半年 登记在案的诈骗案件 就多达了两万多件 诈骗金额总数 保守估计超过了48亿新台币 在民国95年 我们诈欺的老百姓 台湾老百姓被骗的金额 大概185亿的新台币 就是我们最高峰 在首脑豪宅中搜出的六千万现金 堪称是刑事局有史以来 摆放现金证物最高额的一次 这个状况可以讲 是在查普的对象 搜索的据点 以及我们警役的规模 可以讲是资安史上 最大的一个打击力量 现在已经有一千多万还在收 还在弄 好 好 来 现在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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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厉害 这个露营起来 来来来 再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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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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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包箱箱 这样 2 人间 这样 也是 这个包箱箱 坐下来 有没有脚镣先跟他撅起来 好 她是这个诈骗集团的头儿叫做姜永吉 绰号阿东 现年31岁 学历国中异业 他一手所组织起来的诈骗集团 一年可以骗到新台币20亿元 阿東他以前是在台中的一個夜市 他賣的是那個盜版光碟 後來被警方查獲之後 他就轉行去當詐騙集團的 車手 從小車手做起 他在洗錢 在他們業界來講 他算是服務好 然後信用度又高 又努力 所以在短短的兩年之內 他就成為台灣洗錢 最龐大的一個機關 他開跑車 住豪宅 不定時還會安排豪華的員工旅遊 出手擴挫 極盡奢華享受 警方在他的豪宅裡頭找到了六千多萬的線鈔 有遠景這還是生平頭一遭 親眼看到這麼多白花花的鈔票 在這次的行動當中 兩岸警方連手逮捕了兩百多名的嫌犯 在正式動手抓人之前 這次大陸公安 僅能提供給台灣警方的有限資料 要抓到阿東 彈何容易呢 對 那時候還滿灰心的 那時候應該有查好幾千筆 我們失敗的就是全國各地查阿東 查最起碼五千阿東 我們二隊就最有十幾個阿東了 你怎麼去查 所以出來的資料太多了 我們無從去找到幾個來鎖定來偵查 所以這個方式 我們這是一個失敗的一個方式 踢到了鐵板 台灣警方於是轉向傳統線報 尋線灑網布局 終於看見了破案的曙光 警方找到了這一個關鍵的人物 他就是阿東的女朋友 李毅玲 現在我點算過三十萬 這是九千三百八十 九萬三千八百 就是這個 我們的情資他有到過泰國 這個參與那邊的詐騙集團 來對台灣民眾實施詐騙 那根據我們的出入境資料也印證 這個情資和我們查的這個身分是相吻合的 然後我們才逐步去鎖定這個李毅玲 犯罪嫌疑人最相信的什麼人 是女人 媽媽優先 或者是太太 或者是她的同居人 這不一樣好不好 沒有叫你男生 用她是嗎 我媽不是 最後怎麼突破了 阿東的女朋友 李毅玲的媽媽 用她名下的申請的電話 她媽媽不用 給她女兒跟她阿東用 那她平常也不怎麼用 偶爾用的時候 她在玩線上遊戲的時候 在還有通話的時候 被我們抓到重疊的位置 表示他們男女 這個一定也是同居人 男女不能關心 找到了關鍵人物 台灣警方士氣大正 巡線監聽到了阿東集團 打算在5月挑一個時間 用每天晚上10萬塊錢 包下了一個 擁有私人海灘的墾丁民宿 來犒賞員工 我們跟著到了墾丁 把她下套的這個高級民宿 她住二樓 我們也入住我們住三樓 她們吃都是吃高檔的海鮮大餐 我們了解那一桌都是一萬塊起跳的 所以我們抓到阿東台灣的成員 他到我們辦公室來說 我們好像跟我們陳主長講說 我們事成相似 那為什麼事成相似 因為在同一個飯店 在墾丁那個民宿裡頭 他們在吃大餐 我們在那邊收證 事實上我看到他 我真的是想把他抓起來 因為我們經過三個月 我們偵查花了很多的時間 好不容易才看到這個 六條通緝的主要行動 我現在去郵安車撞的 我剛才看到的 我剛才看到的路上 我剛才看到路上都跟著的 但是現在郵安車撞的 郵安車撞的 但是我沒有想 這個案子還可以發揮他的極大話 除了阿東還有賴昆宏 還有很多的這個賬務集團的 這些幹部還有這些機首 我們都可以一併查去到 所以當下這樣子可以自然說服 從三月份開始 警方天天埋伏在阿東的豪宅外 一步步地掌握阿東和女朋友 每天的生活情局 剛好在這個李玉一林 他住了這個別墅的隔壁 他有一間這個透天別墅 他是有委託仲介要出售 所以我們也喬裝成這個客戶 我們到這個別墅裡面去做觀察 他在門口他有裝了一個保全系統 那根據我們的經驗來研判 這個會裝設這種保全系統 那肯定裡面就是很有價值的 比如說古董或是掌握很多的現金 我都說壞壞了 我問那些民宿的小姐們說 那時候這個歐巴桑買給他 買的 那些男人說他拿著我 然後路上拿著我拿著他 買的 買給他做 對 六月二十一號 警方眼見時機成熟 監聽市政確鑿 於是聯繫對岸的公安 準備同時一網打進 這個跨國的詐騙集團 當天中午趁著李葉林外出買中餐時 警方上前表明身分 將他代表 他當時也是慌了 應該也是腦筋一片空門 我們說好 那你就配合我們 到你現在要去的這個地點 我們要他說那你不能出山 你就配合我們就好 你就帶同他到這個洗錢中心 那是在一個華夏的七樓 進東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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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已經人贓俱獲了 狡猾的阿東依舊是必重就輕 他不肯全盤貢出 藏在屋子裡頭的所有贓款 然後我們跟他講 我們對你了解很多了 那你這個詐騙的這些錢放哪裡 他不配合 他說都在保險箱裡面 在這裡要買我們的房間而已 對啊 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 你還要租一租就對了 我如果真的 我真的我不知道 我們再問他 還有沒有 他說沒有 就這些了 全部都在這邊 你們不用再收了 都沒有了 喂 這裡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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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裡還有 這裡還有 你就沒有說到一句了 後來我們就在收他的床頭櫃 發現裡面也都是錢 床頭櫃後面的這些木板 我們敲打之後 發現有中空的聲音 我們把它挖開 夾成裡面也是錢 三個地方這樣加總起來 有將近六千萬元的獻金 他們主席都在台灣 翻面是40歲的賴昆宏 提供專業的網路電信技術 行事低調平常最不舒服 就在同一天 被警方追捕到手的 還有躲在宜蘭 專研硬體設備 負責電信流的賴昆宏 賴昆宏 賴昆宏非常的狡猾 從我們開始偵查 到我們欺負他 這段時間 他總共搬了六次家 一直到我們要去補他的前兩天 他也跟新的房東又聯繫好 準備做第七次的搬家 做弄好了 看他們有沒有正常 他們會爆腰 他們會說量怎麼那麼少 量少關於機器 量少我們就說 我們就是敷衍他 因為我們也沒有辦法做什麼調整 再一個深層完成 賴昆宏 他主要是把機房子架設在美國 他做這樣的動作是為了避免警方查 其實因為一般設在國外的伺服器 我們比較沒有選擇去調閱資料 再給我一點我不知道的東西吧 你想要知道什麼你要問我 對不對 被警方逮捕的時候 賴昆宏和阿東一樣必重就輕 他強調只賺取電信的轉接費 他不瞭解集團後端的詐騙行為 他同時還特別強調 他所提供的電信服務 絕對不會騙台灣人 你有假的 我有假的 我都沒有騙台灣的 都是專門騙他 騙台灣我們不接啊 我們可以做但是我們不接啊 快點吃一瓶吧 好啊 你幫我們講什麼 講兩瓶好了 詐騙裡頭最任督傲賣就是一個電信方面 一個是金錢方面 就是資金流跟電信 電信流的部分 我們台灣已經摧毀57個基地 一個等於工作平台 那這個基地平台 他可能要找類似的 有這個能力的架設的人 那一定要一段時間 你知道我來這裡就知道了 不是 但是我來這裡就知道了 你知道前一次什麼事情嗎 也是這一種的 不是 詐騙的 詐騙是有複製再生的一個能力 所以你剛剛講的很對 他要休息以後 再去等他修復之後 他陸續還會再行詐騙 只是人物被取代了 辛辛苦苦賺到了血汗錢 結果被詐騙集團一通電話就騙走了 想要要回來機會呢 恐怕是相當渺茫的 於是有人是透過了別種的管道 真信業者他們服務的內容 又多了一項 而這一名男子他叫做阿忠 他曾經在詐騙集團裡頭 就待過了兩年的時間 究竟詐騙集團他們是怎麼騙人的呢 我們來看資恩記者 簡維紅陳志揚的獨家報導 聽良心說 可能我們他有那個可財 會使你這樣 你會有一點貪戀才會被騙 以前可以叫貪 現在應該是怕 現在流行 動不動詐騙集團 只要有什麼樣 他們就先給你警示帳戶 所以詐騙集團同樣就可以用這一招 你的帳號已經被列為警示帳戶 你會不會緊張 緊張就是怕 時代在改變 詐騙集團的詐騙手法也與時俱進 不過詐騙的技巧倒是百片不離其中 對我們不離好 當然是這樣 沒有我也沒有口語化這些 我們那個當時就是不能有口語化 就是不能多一個字 少一個字 還是要給你的稿子 你就是必須要每個字 就是多一個字 少一個都不行 你不能有自己的意思 以前大概 以前大小 大部分我們家用的是女婦 女婦比較多 對 因為女婦人已經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騙 她叫做阿宗 曾經在詐騙集團 待過將近兩年的時間 她說過去在大陸行騙的時候 早上眼睛睜開就得開始工作 一群人窝在一個七八坪大小的房間裡頭 從早上八點鐘開始打電話 打到了晚上九點鐘 同事之間誰都不認識誰 我們都不認識 我只知道我用一個假名字 好 那你就叫阿一 你就叫怎樣 那我們 就是 她會禁止你們不要去聯絡 我只待會 沒來 什麼名字 我知道她叫阿伯 模式可能 就是早上上班之後 他們就中途到下班前都不可以出來 對啊 都不能出來 他們現在的模式是買菜到裡面去煮 因為你出來買便當 很容易被跟肩說正 幾乎去那邊每個女孩子都 我好像看到幾乎每個女孩子都哭了 來到這邊 你也沒有選擇的 你就是給我做 全部都關就是集體被關在那裡面 真的有些人真的是被拼過去的 嘉賓集團騙了那麼多人 有時候也會騙到自己人 遇上黑吃黑的情況 在同行之間也是實有所聞的 中間這名是車手 他不甘心騙來的一千多萬 自己只能分到十五萬 早就盤算要黑吃黑 什麼時間點 有一筆大筆的錢進來 那也有人在紅綠燈 就直接被人家弄走了 這也不能報警 這怎麼報警 這個六姓嫌犯也是很緊張 他就說我自己錢 我自己拿就好 一聲大喊引來警衛關注 這隻同伙不注意 這名車手抓了一大袋的錢 就衝上計程車 在銀行裡被人恨是黑 留下的這兩名騙子嚇傻了 他有賣賬戶賣給你 結果他是直接把在電 這個也直接轉賬把它轉掉 就是太多了 反正你詐騙別人我詐騙你 好像就是 這個本來道高一死不道高 不道高一帳 受害者發現自己被騙了 大多數人第一時間 只能夠向警方報案 不過又有人不想等 只想盡快地把錢給討回來 於是透過了黑道的勢力 或者是徵信社 成了他們另類的討錢管道 而付出的代價 就是中間人抽取的手續費 你只要跟我一講說 某個地方 什麼什麼什麼行 他用什麼明目的 我大概就知道 那是誰開的 他就有辦法找那個 相當的幫派的人 去那裡接頭 三名金光黨落網 在警局裡面遮遮掩掩掩 林姓主嫌犯不但否認詐騙 還怪被害婦人太貪心 他沒有他的念頭 他會跟我一起上車嗎 會去跟人家借錢嗎 我們現在 我們幾乎都會傾向於 找警方配合 做個好市民一樣 其實就是互相在運用 我運用你的資源 你利用我的關係 或者利用我的時間 他把這個線索報給他 他那邊監聽 然後再回報一些這個線索給我們 我們先把債務處理完 然後再把人交給他們去抓 這種方式的最多 housing 請客 這次是